如果能转身成偶像的孩子 拥有与生俱来的美丽外貌和信手拈来的人脉 时不时就能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在乡下小医院任职的妇产科医生羽工 是偶像女团毕小挺的主CIDO 16岁的纠集美少女小爱的狂热粉丝 甚至狂热到在患者的病房里播放她偶像的DVD 美其明月有意身心健康 而就在这时事务所突然发出公告 小爱因为身体不适将要暂停演绎活动 看到这个消息的羽工可谓是如遭雷劈 被护士嫌弃她是个萝莉控 四年前她在这里担任实习医生 也会经常跑去患者病房偷懒 当时认识的一个患者改变了她的人生 名为莎里奈的小姑娘 从B小挺刚出道时就是他们的死忠粉 对小爱更是爱的深沉 明明是一样的年纪 但小爱不仅成熟 唱歌跳舞也非常厉害 最重要的是小爱太漂亮了 如果能投胎转世 她也希望成为小爱那样的人 羽工安慰莎里奈本身就很可爱 没必要等到投胎转世 出院之后再去当偶像好了 她一定会做莎里奈的头牌粉丝 大受感动的小姑娘抱着羽工 就要和她结婚 挺好的哈 三年起步死心不亏 羽工安慰等她到了16岁 自己会认真考虑的 然而不久之后 莎里奈就因为癌症去世了 如果她还活着 应该和小爱一样都是16岁 她只是想在对方所热爱的偶像身上 寻找莎里奈的影子罢了 故事得出结论 她果然就是个萝莉控 她迷恋小爱的样子 实在太栩栩如生 其实只是拿莎里奈当借口 满足自己的私欲吧 羽工坚定地以莎里奈的名字启示 她是用纯粹的感情支持她 故事当场抛出致命问题 如果小爱说要和她交往 她会拒绝吗 羽工无言以对 还是让她回归正经工作吧 今天来妇产科产检的 是一位仅仅16岁的少女 少女是孤儿 陪她来的只有一位男性监护人 羽工刚想着 这些关键词好像在哪听过 就见少女摘下帽子 赫然就是自己单推的偶像小爱 那一瞬间 羽工几乎停止了思考 她强装镇定地去做检查准备 一出房门就当场以头抢定 她居然在妇产科 见到了自己怀孕的偶像 还有比这更加抓马的是吗 16岁的偶像未婚先孕 这个消息劲爆了她的快要吐了 小爱怀孕的消息 甚至连身为社长的齐藤都不知道 她问那个男人是谁 小爱也不说 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得出报告 小爱的确怀孕了 而且还是双胞胎 其他问小爱 真的打算把孩子生下来吗 要是被社会知道 她16岁怀孕生子 她的偶像生涯和演艺公司 就全毁了 小爱咨询羽工的意见 作为医生 羽工希望她慎重考虑之后再做决定 而作为粉丝 羽工的心情非常复杂 如果小爱有了喜欢的男人 她也会继续支持她 但如果小爱生了孩子 她可能就无法看着她继续展翅高飞了 粉丝的意见 就是这么自私 小爱也来到天台吹风 羽工问她之后是不是不打算当偶像了 但小爱却没有想要退圈 她是孤儿 不曾有过家人 所以一直希望能有自己的家庭 但她不会将这个消息公开 偶像就是靠谎言 让自己闪闪发光的生物 谎言也是另类的爱 像生孩子的能隐藏的滴水不漏的偶像 才是一流的偶像 但是她也想要待在能感受到幸福的地方 偶像也有心 也有自己的生活 而身为偶像的幸福和身为母亲的幸福 她全都要 小爱比羽工想象中的要更加狡猾 也更坚强 就像长庚星一样的耀眼 那一刻 羽工和自己和解了 她发誓 一定会让小爱平安生下健康的孩子 如果这是小爱要的幸福 她会尊重 因为小爱是天生的偶像 而她则是被彻底俘虏的粉丝 之后的日子里 羽工一直帮助小爱进行着产前的诸多事宜 最后终于到了预定的生产期 再把回家的路上一个东帽男突然叫出羽工 问她是不是小爱的主治医生 羽工瞬间警惕起来 小爱住院时用的是假名 这个男人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 男人扭头就跑 害怕对方是恶性跟踪狂 羽工二话不说追了上去 结果却被男人一把推下山崖 羽工恍惚间听到手机在响 他迫切地想要赶回去 帮助小爱生产 但是身体却无法动弹 意识也逐渐沉入黑暗 走马灯不断在眼前浮现 要是现在死掉的话 会投胎成喜欢的偶像的孩子吗 羽工从来没有想过 这么离谱的事会发生在他身上 他死后便没有下地狱 而是上了天堂 没错 他居然转身成了小爱生下的双胞胎之一 他现在的名字叫做 星野爱酒爱海 小名阿库亚 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 星野刘依美 小名陆比 今天是小爱作为偶像付出的日子 第一场活动是今晚的音乐节目 小爱工作的时候 孩子就由齐腾社长的妻子 金子负责照顾 其当再次强调 小爱未婚生子的事情 绝对不能暴露 要是被追究监护责任 他的公司草莓娱乐也会倒闭 到时候 大家就要一起下地狱了 所以只要外出 小爱就绝不能带着孩子 真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最要定是在帮他们夫妻俩带孩子 小爱外出工作 每当过保姆的金子 累得在沙发上睡着之后 阿库亚就打开电视 收看今天的小爱直播 连异圈的每张笑脸背后 都隐藏着谎言和算计 为了不让节目开天窗 无论来宾是谁 都要激发出他们的最佳水准 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高层 都是满嘴的谎话 不过这样正好 因为他家的小爱 可是真正的说谎大师 在过于耀眼的光芒面前 所有人都不只是 如同飞蛾扑魂一般 即使翅膀被烧毁 也无法阻止自己 能够这样守护小爱 阿库亚只觉得很开心 他甚至还有些感激 那个杀了他的人 如果这次重生 是对他抱有执念 所引发的奇迹 那他就要尽情享受着 全新的人生了 听到歌声的路比 从摇篮里爬出来 发现直播已经开始后 责怪哥哥没有及时叫醒他 紧接着双眼放光的 对着妈妈狂吹彩虹屁 两个小婴儿 能像正常人一样交谈 实在让人有些惊悚 因为妹妹路比 同样也是拥有前世记忆的人转世 阿库亚能发现这件事 还是在某个深夜 撞见路比开小号 和小爱的黑粉激情兑现 两个拥有前世记忆的人 在死后居然转生成了自己 16岁偶像生下的双胞胎 小爱问阿库亚肚子饿了 要不要喝奶 阿库亚脸色爆红 猛摇头 一把藏过奶瓶 吃劲就有奶 多一个成熟的大人 让偶像喂奶 怎么说都太刺激到了 然而路比却完全不在乎这个 甚至还乐在其中 身为女儿的她 吃母乳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她是生下来就能合法吃奶的婴儿 比阿库亚这个恶心阿宅 要好太多了 她一定会守候妈妈一辈子的 小婴儿露出如此屑的表情 说这种话 阿库亚觉得 还是她比较恶心一点 路比突然一顿 害羞地让阿库亚到一边去 她要换掉布了 金子面对哇哇大哭的婴儿 几乎失去了耐心 她本以为 能和美少年共事 才嫁给其同的 结果她的工作 是照顾16岁偶像的孩子 金子转念一想 不如把小爱 未婚生子的丑闻 曝光给媒体 这样她也能拿到不少钱 说着 她翻出了小爱的母亲健康手册拍照 准备拿卖消息的钱 把她最喜欢的牛郎 推到本月第一 就算知道金子要对小爱不利 阿库亚和路比两个小婴儿 也不能做些什么 一眼看秘密就要曝光 阿库亚灵机一动 决定装神弄鬼 男人伪装成被神的使者附身 斥责金子 被眼前的钱财所迷惑 居然想抛弃自己的天命 小爱是被异能之神选中的女子 她所剩的双胞胎 亦有其伟大宿命 而守护她们 就是金子的宿命 如果不遵从宿命 她就会遭受天罚 但只要保守秘密 好好疼爱双胞胎 和帅哥再婚 都不是什么梦想 一听能和帅哥结婚 金子一口答应 表示做牛做马 都在所不辞 就这样 危机暂时解除 阿库亚夸赞路比的演技逼真 得知路比之前 并没有演过戏之后 不禁感叹 这就是天生的资质 将来 说不定能成为演员呢 看到路比 总会让阿库亚想起沙里奈 她对小爱的热情 一点都不比他们少 听到阿库亚叫沙里奈的名字 路比下意识地回应了 阿库亚只说 她听错了 让路比回房休息 路比似乎在阿库亚身上 看到了羽工的影子 转眼一想 自己怎么可能有那种事 毕竟沙里奈是她前世的名字 小爱回归偶像行列 已经过了几个月 毕小挺也视如破竹 大获成功 但是到小爱手上的薪水 却少得可怜 毕竟他们这种小经纪公司 能分到的利益 本来就很少 如果只有小爱一人 他倒也无所谓 但是让孩子去上好一点的学校 他就必须要让自己更加出名 赚到更多的钱才行 偶像行业看上去光鲜亮丽 但实际上非常辛苦 能轻轻松松跃入百万的 少之又少 小爱能唱能跳 长得又漂亮 毕小挺也算得上是 想有人气的团队了 但为什么小爱 还是接不到工作呢 双胞胎质问 是不是精子 这个经纪人当得不用心 但其实还真的不怪人家 偶像团体说穿了 就是把几十个人绑在一起 却和单打独斗的艺人 增强有限的工作资源 他们也是靠着捆绑销售 才勉强接到一些工作的 单仓匹马去竞争的难度很大 有些女生想进行个人的演艺活动 于是脱离了团体 但接不到工作 就只能去高级餐厅打工 甚至沦为三赔 小爱确实很有本事 但仅限于偶像这个行业 如果不具备单打独斗的实力 在演艺界很难混下去 想赚钱的话 却得让人指名道姓的找小爱 而不是在偶像团体里 当个模范生 小爱练习中总觉得提不起劲来 于是在网上随便搜索了一下自己 看到一条评论说 她的笑容太过执业 缺少人情味 心情更加失落了 金子带双胞胎来到 毕小婷的偶像演唱会现场 能近距离看到现场 这样露比非常激动 金子给两人塞上奶嘴 让他们不要乱跑 不要说话 并做出引人侧目的举动 绝对不能让人发现 他们和小爱的关系 即使还在因为那句缺少人情味而消沉 但小爱还是非常专业的 在舞台上唱唱跳跳 每天对着镜子 不断微调 不管是瞇眼方式 还是嘴角糊涂 全都是计算好的 脸上总是挂着 最能博得好感的笑容 她整个人 都是由谎言堆砌而成的 而直到这时 台下疯狂应援的粉丝的目光 全都被两个灵活 武动御宅艺的小婴儿吸引了 说什么担心妈妈 他们根本就乐在其中啊 而台上的小爱在看到这一幕后 毫不严实地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她家的宝贝实在是太可爱了 小婴儿跳郁宅艺的视频 很快在网络上疯传开来 而演唱会上 小爱的笑容也被一起拍下 原来这就是粉丝所希望的 有人情味的笑 自那之后又过了一年 双胞胎长到了 就算走路说话 都不会让人怀疑的年纪 一家人还是平静地过着生活 小爱稳定地扩展着工作范畴 终于接到了电视剧的拍摄邀请 双胞胎以金子孩子的身份 也跟着来到了拍摄现场 因为长得可爱 被各种女明星抱在怀里揉搓 路比乐在其中 但拥有着正常男性灵魂的阿库亚 却只觉得心累 出门透气的时候 正好碰上本剧的导演 因为表现得太过早熟 而让导演刮目相看 问他会不会演戏 他认为把小孩放进画面里 应该挺有意思 说着导演递给了阿库亚一张名片 但他之后签了公司就联系自己 阿库亚希望导演能多给小爱一些机会 小爱长得很漂亮 如果运气好的话 待在圈内应该没问题 演员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具备吸引观众能力的当红明星 再来是保证作品品质的实力派演员 最后就是不用期待演技 只要给画面带来一些新鲜感就够的新人演员 现场的所有新人都处于接受投资的阶段 看看能不能受到观众或者其他人的喜爱 如果不行 机会就会拱手让人 听到这里 阿库亚笃定小爱一定没问题 因为他可是一流的偶像 在舞台上时 不管哪个角度 都要让人觉得可爱 但是在这里面 只要让镜头觉得他可爱就够了 不久之后 小爱客串的电视剧正式播出 然而他的镜头在成片中 却被剪到只剩一个露脸 气得阿库亚去打电话质问导演 其实导演也觉得小爱的表现很好 但是这东西不是他说了算的 小爱实在是太可爱了 风头甚至压过了和他同框 以可爱著称的女演员 上头下令剪掉小爱的出场 他也只能照做 想在演艺圈主梦是无所谓 但最好不要抱太大的幻想 这里不是搞艺术的地方 大家都只是在做生意罢了 这个结果让阿库亚无法接受 导演也觉得有点对不起小爱 他表示会帮小爱 安排一个电影角色 但条件是 阿库亚也要参加 在日本 选角这种事几乎都是由上头决定 砸了钱的企划 当然不允许有任何闪失 能自己选择的导演除了极少数大咖名导之外 就是以超低预算拍小规模电影的导演了 而这个导演明显是后者 阿库亚以草莓娱乐童心的身份 加入了这部小成本电影的拍摄中 用他的出演来换取小爱的角色 连精子都好奇 阿库亚多了什么 让那个导演这么看重他 阿库亚只是在和导演相处的时候 没有一板一眼 有些老头只要觉得 年轻人对自己说话没那么拘谨时 就会很开心 这是他上辈子当医生时总结出的经验 因为小爱和阿库亚的拍摄时间不同 没见到妈妈的露比 在休息室里撒坡打滚 看了阿库亚都觉得丢人 红发小女孩站出来斥责他们 她正式被以十秒落泪文明的 天才童心尤玛加奈 原来的剧本里根本没有他们的戏份 加奈就认定 阿库亚和小爱是走后门进来的 她嘲讽小爱之前的电视剧里戏份不多 肯定是因为演技太差 都剪光了 气得兄妹俩都想要谋杀她 这部电影的内容简单来说 就是一群对自己外表毫无自信的女人 跑到深山里的一家可疑医院 接受整形的故事 阿库亚和加奈扮演的是 女人在村口遇到的 令人毛骨悚然的诡异小孩 虽然做错又臭屁 但加奈的演技在童心中 确实还算不错 阿库亚并没有演技天分 但是她能够明白 导演想要的是什么画面 这场戏是导演在认识她之后 才动笔临时下的内容 说明导演并不要求她有什么演技 按照平常的样子演就好 因为她已经够毛骨悚然的了 拍摄顺利一遍完成 但加奈就哭闹着 抓着导演要重拍一遍 因为她意识到 自己完全比不上阿库亚 导演问阿库亚 觉得对演员来说 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实力和观念固然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沟通能力 要是被其他演员和组员讨厌 马上就没戏唱了 小小年纪就傲慢之大 是不会有前途的 阿库亚的演技完全符合导演的期望 理解续本内容并做出相应的表演 是演员的基本要求 但不需要语言交流 就能理解的演员是很珍贵的 与其去追求卓越的演技 她更期待阿库亚 能成为做出恰如其分演出的演员 就这样 阿库亚算是半只脚 踏进了这个业界 而加奈也记住了阿库亚这个名字 后来这部低成本电影 被提名成了最佳导演奖 而电影中的风头 也毫不意外地被小爱一个人抢光了 以电影为契机 小爱的工作邀约渐多了起来 可以说是人气爆棚的当红偶像 小阿库亚满20岁了 双胞胎的存在还未被世人知晓 而不知为何 阿库亚上辈子的尸体 至今仍未被人发现 双胞胎很快开始上幼儿园 阿库亚问露比 转世之前是做什么的 害怕自己说出真实年龄 会把阿库亚当成小屁孩看不起 露比谎称自己是成熟女人 遮掩过去 两人都不太愿意谈论前世的事 比起繁重的工作 现在吃饱睡睡饱吃的生活不要太好 老师要求每个小朋友练习跳舞 露比突然哭闹着从教室里跑出去 她从来都没有跳过舞 上辈子重病栽生 只能瘫在床上 甚至连走路都要拼尽全力 晚上小爱带着女儿一起跳舞 露比对小爱的每一个动作都记得清清楚楚 等到自己跳的时候 却总是会摔倒 因为她前世总是摔倒 如果不好好做好防护动作 只会一直受伤 小爱把女儿提起来安慰 如果害怕摔倒的话 她只会摔得更惨 只要挺胸抬头 没什么困难的 上辈子的人生 露比几乎都是在病房里度过 她的身体不允许她随心所欲的活动 只能躺在病床上 不断憧憬着舞台上耀眼的小爱 小爱是她的光芒 但如果她也能和小爱一样 随心所欲的舞动 深夜的练舞室里 露比尽情地舞动着自己的身体 不只是天生的演技 甚至连跳舞都同样厉害 再加上遗传子妈妈的美貌 她是天生当偶像的料 不久之后 小爱和已经分手的男人取得了联系 希望男人能见孩子们一面 这并不是要复合的意思 主要是因为她听到了孩子们的对话 最后得出处女滑滩的结论 让她感到有些不妙 并告诉了男人新家的地址 小爱的工作很顺利 推特粉丝破百万 世人都在关注她 小爱的大红也带火了毕小婷整个女团 她们将在下周登上东京巨蛋演出 这让齐腾社长无比兴奋 她毕生的梦想 就是带着自己培育的偶像登上巨蛋 巨蛋的活动和其他的活动意义完全不同 那是只有被选中的一小部分歌手 才能站上的舞台 小爱越受欢迎 大家就越高兴 因此她也表现出高兴的样子 但其实她从一开始 就不知道该怎样去爱别人 当时被身为星探的齐腾找上的时候 小爱并不想做什么偶像 小时候妈妈因为盗窃被抓 她被安置在了孤儿院 然而等到妈妈出狱 也并没有来接她 在记忆里 她没有爱过人 也没有被人爱过 偶像是用笑容去感染周围 让人感到开心的存在 和说谎诚信又孤僻的她截然相反 像她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成为偶像 但齐腾却说 这样不是很好吗 会说谎 也是一种美丽的才能 小爱的眼中亮起了光 就算是说谎 她也可以说爱的吗 其实她的心里 也是想好好的去爱人的 只是不知道怎么做 也没找到那个对象罢了 当她不断对着观众说 我爱你 说不定这个谎言 每一天就变成事实了 就因为这句话 她决定成为一名偶像 或许这样就能找到 值得去爱的对象 因为很想打心底说出爱 她才会不断重复 我爱你的谎言 她至今从未对孩子们说过爱 每当她想说之后 就会担心这个谎言被戳穿 所以她仍在说谎 相信这谎言能够变成事实 即使她会为此付出代价 巨蛋公演的当天早上 有人按下了门铃 以为是社长的小爱 毫不设防地打开了房门 然而门口站着的 却是曾经杀害了羽公的 那个私生粉 那个瞬间 宗马灯在眼前浮现 私生掏出水果刀 刺入了她的腹部 等到阿库亚出来 看到的就是满地的鲜血 和奄奄一息的小爱 杀人犯 拿在面目猙獰的斥责小爱 明明是偶像 却偷偷生了孩子 是他嫌背叛粉丝的 动不动就把喜欢挂在嘴边 结果全都是骗人的 小爱承认自己是个 不负责任的人 根本不知道要如何爱别人 所以只能说些 大家都爱听的谎言 谎言就是爱意 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传达对粉丝的爱 抱着爱上他们的心意 唱着那些充满爱意的歌 希望有一天能实现这份爱 而且她清楚地 记得这个私生的名字 知道她经常会参加 自己的握手会 还在她送的礼物 摆在客厅当装饰 听到这里 私生崩溃得夺门而逃 阿库亚叫救护车 已经来不及了 那一刀捅到了腹部大动脉 如今血流不止 小爱在阿库亚搂进怀里 问她有没有受伤 露比被关在门内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徒劳地哭喊着 她多么希望看到阿库亚 和露比长大之后的样子 能一直待在孩子身边 看着他们渐渐长大 临终前 小爱终于记得 和说出那句 我爱你们 虽然说得太晚了 但是唯独这句话 绝对不是谎言 小爱眼中的心情熄灭 她就这样死在阿库亚面前 之后私生也畏罪自杀 不治身亡 东京巨蛋的演出被迫取消 大批歌迷 聚集在会场前悲痛不已 这条轰动的新闻事发后 不到一小时 就在各地疯传 社会大众 大多抱以同情的姿态 当然 也有些人为了博取关注 将死者拿来消费 各种谣言也是层出不穷 为此 露比大发了一通脾气 三天之后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 导致交通瘫痪 这条新闻 彻底失去了消费价值 小爱的死 也仿佛被这场大雪所掩埋 兄妹俩因为登记 在社长夫妇名下 才没有被卷入这场新闻风暴 杀人犯已经自杀 警察很快结束了征讯 到时他们的心理咨询 花了不少时间 之后 金子主动收养了他们兄妹 小爱的葬礼当天 露比想起之前妈妈说过 将来他或许能成为偶像 阿库亚不同意 成为偶像又能怎样呢 一旦有了男人 粉丝就只会对他口注笔伐 露比当然知道这一点 但即使如此 小爱仍旧非常耀眼 这时 阿库亚突然记起 杀害小爱的私生 和杀害她的是同一人 凶手只是个 没有特殊技能的普通学生 为什么他能找到 小爱匿名住住的医院 还会来到他们刚搬了不久的新家 唯一说通的 就是有人把小爱的信息 泄露给他了 而且还是相当亲密的人 社长不会做这种事 小爱也没什么亲人 而唯一可能的人 就是他们的生父 考虑到小爱的交际圈很狭窄 对方有可能就是圈内人 复仇的烈焰在心中熊熊燃烧 他还不能死 他要把那个杀害了 小爱的真凶揪出来 然后亲手杀了他 之后 阿库亚找到前来参加葬礼的导演 问他愿不愿意培养自己 时光流逝 露比和阿库亚成为了一对美人兄妹 为了找到杀害母亲小爱的真凶 名为阿库亚的少年 开启了自己的娱乐圈复仇记 而他的双生妹妹露比 和他一样也是拥有前世纪的转生之人 露比上辈子只活到了12岁 大出生起身体就很虚弱 人生的所有时光 几乎都是在医院里度过 生活中唯一的乐趣 就是当个偶像宅 即使他的生命 如同风中残竹即将消失时 脑海中回荡着的 也依旧是小爱的歌 他再度睁开眼时 却发现自己成为了偶像的孩子 妈妈去世前的那几年时光 是他生命中最珍贵的宝物 露比立志成为和小爱一样耀眼的偶像 在国三那年 终于等到了某大型偶像团体的新成员招募会 露比在13万人的首次审查中脱颖而出 进入面试 他继承了母亲的美貌 还拥有超高的跳舞天赋 非常有信心自己能通过面试 但他的哥哥阿库亚 却在给他泼冷水 谈论梦想无所谓 但他是不准备通过高中学测了吗 露比表示 他可是将来要当偶像的女人 有演艺课的高中 看重的是面试 只要当上偶像 就不用念书考试了 简直不要太爽 阿库亚提醒露比 别对偶像抱有什么幻想 基本上赚不到什么钱 吃的还是精纯饭 日常生活被粉丝监视不说 从偶像生涯毕业之后 在业界的生存率也不高 付出和回报如此不平衡的工作 这世上可不多 露比反驳他 那又怎么样 人生不就是应该放手去做想做的事吗 只在意付出和回报的话 那就什么都不用做了 他上辈子什么都没办法做 就结束了一生 他绝对不要重蹈覆辙 见劝不动妹妹 阿库亚便不再多言 自从妈妈去世后 哥哥就像变了个人 总是沉着一张脸 成为导演的徒弟之后 好像一直在做些什么 但却什么都不肯跟他说 改变的还不只是哥哥 自那之后 齐藤社长音讯全无 精子接替他的位置 撑起了草莓娱乐 但失去了主力的毕小婷女团 还是在两年之后宣布了解散 现在公司已经没有偶像部门 而是靠着网红营销来维持运营 精子当然也想要继续组建女团 但是小爱带来的一切 就像是一场美梦一样 那种奇迹 是不可能再度发生了 甄选慧打了电话 路比满怀期待的接了 却被告知自己落榜 精子搂着痛哭的路比安慰 这也就是现实 其中包含很多政治因素 他不能期待自己的实力 被正确评估 不是每个人都像小爱一样顺利的 殊不知这通电话 根本不是甄选慧打来的 而是阿库亚借导演的手机 伪造的通知 为了让路比退出演艺界 他早就用路比的手机 给甄选慧发送了退赛短信 而且还将对方的电话号码拉黑 走到万无一失 导演不明白 阿库亚为什么不惜如此 也要摧毁妹妹的梦想 路比很漂亮 说不定真的能成为偶像 阿库亚早就发过誓 绝对不会让路比重蹈小爱的覆辙 他会一个人来完成这件事 但他千算万算 却没想到路比走在街上 都会被星探看中 而且还是什么地下偶像 一听就非常不靠谱 阿库亚又开始计划着 怎么把这件事推掉 精子也有着同样的想法 他把路比当作亲生女儿一样拉扯大 也不想让路比重蹈小爱的覆辙 但就是因为把路比当作女儿 他才无法阻止路比去追梦 路比长得越来越像小爱 更遗憾的是 他确实有天赋 阿库亚像是想到了什么 拿了张公司的名片 把头发束成大人模样 假扮心探 找上了地下偶像团体中的小爱豆拉拉 以想要把他挖走为由 将人带进了草莓娱乐公司 毕竟地下偶像的圈子 可是什么鸟事都有 如果签约路比的公司风评不佳 那就没有讨论下去的必要了 像阿库亚的美色诱惑在套话下 拉拉可以说是知无不言 地下偶像可不是好当的 一个月下来扣出零零总总的费用 到手的钱也才十万日元 而且公司最近还在偏心捧团里的某个女生 据说对方和公司高层有着不震荡的关系 公司一盘散沙 成员间的气氛也很奇怪 已经有好几个人不想干了 经纪人却还在忙着签约新人 坚子是经纪人 他自然知道地下偶像的管理多么不好做 成员间的相互嫉妒 以及对公司的不满所产生的谣言多不胜数 管理一群小女生组成的团体 本就是劳心劳力的事 当时毕小挺也有说他们偏袒小爱 无论如何传出那种谣言的团体 阿库亚是绝对不会让路比加入的 搞垮一个本就不牢靠的地下偶像公司 方法多的是 见阿库亚搞真的 精子看着毕小挺曾经的合照犹豫了 第二天路比交和地下偶像兼约 兼此再三确认 路比是否做好了踏进圈子里的觉悟 就在路比以为家人都不同意自己成为偶像时 精子却话锋一转 让路比加入自己的公司 草莓娱乐事隔十多年之后再次组建女团 签完合同之后 路比就正式成为草莓娱乐旗下的艺人了 与其让她加入别的团体 待在自己公司 至少不会被亏待 阿库亚又去找导演学习 她还是国中生 不能去片场打工 只能以徒弟的身份参与电影的后期制作 她准备成为一名幕后工作者 和路比进入一所高中学习 导演有些惊讶 毕竟当初阿库亚来找她的时候 脸上刻着抱着势必要成为演员的决心呢 成为演员不过是一种手段 阿库亚如今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找出杀害小爱的真凶 她的亲生父亲 为了利用毛发或黏膜进行DNA对比 她必须先有一个能和艺人直接接触的身份 最快的方式就是成为演员 她虽然只在导演的电影里演过一些龙套角色 但是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并没有演戏的天赋 无法成为和小爱一样的天才 本就不该有这种不切实际的目标 倒不如成为助导和幕后人员 导演叹气 认为阿库亚放弃梦想放弃得太快了 无论是谁 多应该有逐梦的权利 她也有过努力却得不到回报的低潮期 但不试着买彩票 又怎么可能会中奖呢 她应该试着相信自己才对 她注定无法成为小爱 但同样的小爱也不可能成为她 阿库亚有着十多年的摄影知识 和聪明的脑袋不是吗 也因为一两次的失败就动摇了决心 放弃的话 还是等她把所有武器都用光了再说吧 她明明还是想成为演员的 都已经写在脸上了 斯里阳东高中 日本少有的开始了演艺课的学校 报考演艺课的学生 必须提供自己是哪家公司旗下艺人的证明 路比以草莓娱乐艺人的身份 报考了演艺课 阿库亚则是以高出偏差值40的极优成绩 报考了普通科 毕竟她可是考上过东京国力一大的男人 兄妹俩的报考进度都很顺利 而在听到阿库亚的名字之后 路过的少女突然回头 她居然就是十多年前 惨遭阿库亚吊打的天才童星 有马加奈 加奈对于能遇见阿库亚显得很开心 可惜下一秒就被告知 阿库亚报的是普通科 只是不放心妹妹 所以才跟来的 说着也不管加奈的反应 去找导演了 加奈不死心的一路跟着阿库亚问东问西 甚至还邀请阿库亚去她家里聊 倒真不怪她自己来手 她好歹是个艺人 又不能随便找间咖啡馆坐下来聊 有私人包厂的店到现在也没开 于是阿库亚把她也带到了导演家里 导演一见面 就是具扎心窝子的 好久没见 加奈赶紧辩解 自己有在工作 虽然确实没有同心时代活跃了 像阿库亚说自己不当演员了 还要在导演这里工作 加奈问她是不是来请教演技的 即使是阿库亚说自己要转幕后 加奈还是很开心 至少她知道 阿库亚还待在这个业界 之后加奈留在导演家里吃了顿饭 她的父母都搬去乡下住了 她一个人住在宿舍里 吃饭都是叫的外卖 好在她当童星的时候赚了不少钱 存款很够用 加奈跟导演要之前跟阿库亚拍过的影片看 阿库亚坚决反对 那都是她一时鬼迷心窍拍的黑历史 误以为自己有天赋 而留下的不堪作品 导演也表示 加奈想看的话 就说服阿库亚演戏吧 正好最近一部 由加奈担任女主角的作品正在开拍 其中还有一个角色没有定 她可以帮阿库亚和上桶的人搭个线 那是一部由少女曼改编的连续剧 今天吃甜甜 这是一部很有名的大作 就连阿库亚都听过这个名字 但她仍旧没有要出演的打算 直到加奈说出这部片的制片人 叫狄木圣野 阿库亚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小爱一共留下了三部手机 其中两只工作和私人用的手机里 只有同团成员和公司员工的电话 小爱虽然看上去粗织大业 但却比她想象的更加小心谨慎 问题在于剩下的那只手机 是小爱怀孕之前使用的 因为是好几代之前的机型 光是找到能用的电池 就花了她不少时间 但这比起破解密码所需的功夫来说 根本不知一提 她甚至连密码是几位数都不知道 只能一个又一个的去尝试 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 她成功打开了这部手机 手机里有十几位演艺圈相关人士的电话 而其中一人就是狄木圣野 这个有可能会是她生父的男人 这边加奈还在劝收阿库亚加入 其他演员都是年纪相仿的年轻人 跟她演对手势的男主 长得特别像女孩子 结果没想到 阿库亚突然答应了 吓得加奈还以为她是个弯的 她让阿库亚做好心理准备 她们剧组或多或少有些问题 之后再给狄木推荐了阿库亚出演 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阿库亚要去演偶像剧 诺比听说之后很开心 果然和妈妈说的一样 她将来会成为偶像 哥哥再成为演员 原来阿库亚没有忘记那些话 然而她不知道 阿库亚参演这部剧 只是想搞到狄木的毛发 做DNA鉴定而已 不是为了实现小爱的愿望 也不是心里对演员还有憧憬 今天体验是最近新成立的 影音平台制作的六集网络剧 主要演员一多半都是新人 算是小成本网剧 阿库亚的角色是在最后一集 出场的反派 三个人打开第一集 看了一眼 当场被完全没有演技的演员 和狗血剧情劝退 怎么说呢 制作精良的还算能看 但也就只到这样的程度了 剧情被大幅磨改 还塞了很多没有演过戏的艺人 路比直言 这部剧未免太惨了吧 而且怎么感觉到 加奈的演技也退步了 阿库亚把这句话转述给加奈 记得加奈破口大骂 放眼整个业界 能和他对视的高中生 屈指可数好吗 这部剧里塞了好几个 上头力捧的新人模特 受众是爱看帅哥的女性观众 所以演技只是其次 又为了撑起作品 才会找以演技建场的加奈 当着女主角 她也不想演成那个样子 同一部剧的演员一个个都和木头庄子似的 他要是用上演技去降维打击 这部剧就彻底不能看了 出色的演技和好的作品是两回事 这部剧从企划阶段就插杂着剧作方的小算盘 根本没想要成为一部有趣的作品 原作漫画家来参观现场的时候 那失望的深情让加奈很是难受 可是演员和幕后人员都在努力将分内工作做到最好 为了观众和原作粉丝 他们都希望呈现出一部好的作品 所以为了这样的目的 他可以演得再拙劣一点 作为演员 最重要的是沟通能力 以前的他只顾着炫耀自己的演技 在无意间贬低了很多人 所以一过巅峰期就很快没了工作 但现在的他已经是个处事圆滑 能为作品奉献心力的好演员了 他和迪木制片已经认识很久了 对方肯定是因为他了解其中的道理 才会启用他的 明天最后一集就要开拍 拍完之后马上剪辑播出成片 甚至连读剧本和彩排都没有 形成那叫一个杆 原本演反派的演员 因为角色不讨喜而辞演 所以加奈才能借机把阿库亚拉回来 走后门进剧组内定角色 小时候他因为这种事被加奈骂过 梅森那一转眼 加奈就成了给他开后门的人 加奈牵起阿库亚的手 就算是被批评的一文不值 他也希望能和阿库亚一起 创造出一部优秀的作品 之后阿库亚回去照着剧本 又细细看了一遍惊天甜 发现剧本和摄影 都是在配合演员进行安排 运用技巧将原本插墙人意的演技 塑造成了还算能看的作品 可见幕后版底非常优秀 再加上女主是个彻底的实力派 阿库亚倒觉得有点意思 开拍当天下起了雨 一般来说 开拍前会先在房间里 唯读剧本并排练 防演在以此为基准对脚本进行调整 到了现场还要进行预演 但是由于预算和时间都不够 所以他们只排练过一次 就要正式开拍 男主角为人高傲 态度又差 加奈又推着阿库亚 去和迪木制片打招呼 为了确定迪木是否是他的生父 阿库亚今天的主要目的 就是搞到他的毛发 迪木是个外貌协会 这次剧中启用的模特 也全都是他选定的 阿库亚饰演的角色 是对女主百般纠缠的跟踪狂 之后彩排开始 戏演到一半 因为顶棚漏水砸皱男主 而被迫暂停调整 加奈表示 阿库亚戏演的不错 干嘛要去转幕后啊 阿库亚表示 这种程度还是能做到的 他还没有烂到影响摄影 但不代表他这个人有任何魅力 之前加奈在他身上看到的 不过是年龄与内在反差过大 而产生的抑制感 如今肉体追赏精神年龄 他不过是个随处可见的演员 加奈还是不要对他抱有希望的好 加奈表示 他能感觉到阿库亚的演技 是一直努力精进的人所展现出来的 那些细致入微的技巧 不惜磨杀自己 也要推进角色 除了他们这些常年在演戏的人 根本没有人在乎 但这种主演级别的角色 对加奈可以说是 破别十年的重要工作 他的确沉寂了好长一段时间 因为接不到工作 网上都把他当成了过气演员 但即使如此 他也在努力精进自己 终于等到了实力被认可的一天 所以他非常开心 就算阿库亚觉得自己没有惊人的演技 但只要知道他还在这个圈子里 他就很开心了 因为他知道 在这个四周都是黑暗的世界里 还有人和他一样拼命挣扎 当然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实力根本就没有被认可 狄沫启用他的原因 仅仅是因为他用起来方便省事 名字有一定的知名度 片酬也相当于免费 就是在演技方面特别啰嗦 这部剧说穿了 就是为了打小模特们的知名度的 演技根本就不重要 迪木走后 躲在暗处的阿库亚来到西烟区 捡走了他的烟头 这个世道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的目的已经达成 不过来都来了 就让他闹个天翻地覆再回去吧 电视剧即将开拍 因为下雨 水从屋顶滴进了室内 彩盘的时候就讨论好了站位 巧妙避开了会漏水的地方 进场的位置 布景和摄影机的方位照明 包括被反击时的拍摄方向 阿库亚章这些全部都牢记在脑中 场地板被敲响 摄影机开始运转 周围的空气沉浸下来 尤玛加奈 小时候被人称为天才同心 受人簇拥 但不知是没有才气 还是世道如此 无论什么东西 都总有被逆反的时候 他很快过了全盛期 成了过气同心 遭人嘲笑 虽然他的辉煌时刻 在小学时就差不多结束了 但他仍在这个业界不断挣扎 好不容易才抓住这个主演的角色 无论如何 他都希望能拍出一部好的作品 为此就算抓住救命稻草 也在所不惜 他当然也知道这部作品有多糟糕 连基础都算不上的演技 几乎所有观众都失望透顶 但加奈仍旧不想放弃 今天要拍的这一幕 是原作中数一数二的名场面 男主角和跟踪狂对决 不懂爱为何物的少女 第一次被人保护 因而落下泪水 每次翻开漫画 看到这里 他都会感动落泪 可以说是他最喜欢的场面 只要他能好好引导男主 拿出自己最好的演技 这部剧一定还有挽救的机会 然而事实证明 男主就是根本叼不动的朽木 无论他再怎么卖力演出 对方全都视而不见 维持着自己捧独是烂到家的演技 加奈人都要傻了 这个他真的不行啊 这个时候的气氛 不应该再紧迫害人一点嘛 难道说演技对这部剧真的不重要 而就在加奈觉得自己快要演不下去的时候 踩在水上的脚步声传来 阿窥亚无视了之前排列好的站位 直接踩着水坑走得过来 阿窥亚知道自己没有成为演员的天赋 也没有能抓住观众视线的明星光环 所以他才要利用所有能利用的东西 摄影 道具 灯光 还有演员 为了挑起男主的情绪 阿窥亚故意凑到对方耳边 辱骂他长得丑 成功激起了对方的怒火 他擅自改了台词和站位 导演也配合他 改变了摄影机和灯光 而经过他的改动之后 原作的味道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 阿窥亚从以前就非常擅长 揣摩作者笔下的意图 这场戏的重点就是落泪的女主角 为了完美衬托出那份光芒 他就必须要诠释出那份黑暗 他扮演的杀人狂掏出刀子 想伤害女主 被男主角一拳打倒在地 舞台已经准备好了 你也想要大显身手对吧 拿出你的真本事来吧 有马加奈 加奈笑着落泪 和原作中的女主角一般无二 这本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 拍摄顺利结束 男主向阿窥亚道歉 他刚刚那一拳确实打到他了 阿窥亚并不在意 他是故意让男主这么做的 演戏就是要多释放感情进去 助理有些头疼 因为阿窥亚各方面也要跟着修改了 但导演却很开心 年轻就是这样 而且刚刚那一幕真的很不错 不是吗 加奈的最后一场戏开拍 看着场外的阿窥亚 她露出了爱上主角般的少女神情 最后一集在网上播出 秦天田的原主老师还坚持在追 两个助理早都气到气坑了 老师呕心沥血写的作品被拿去随便乱拍 每个漫画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这样那样的拍出来 但最终没有任何人能笑得出来 但是在看到最后一幕的加奈落泪后 老师突然感动的哭了 他现在觉得能被拍出来真的太好了 因为之前的拉胯表现 大多数观众早就放弃了这部剧 会继续看的人只有演员粉和原作粉 虽然今天田的最后一集没有因此爆红 但也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观众的热烈称赞 之后阿窥亚跟着加奈就参加了剧组的杀青庆公宴 原作老师主动向加奈表示了感谢 他知道这部剧全是靠加奈的演技撑起来的 得到了老师的认可 加奈感动哭泣 迪木找上了阿窥亚聊天 虽然作品收益糟糕 但这部剧的初衷就是给年轻演员制造机会 阿窥亚将迪木的烟蒂送去检验 结果是和他毫无关系的外人 但是迪木却突然话锋一转 说他和小爱长得很像 因为他近距离看过小爱的脸很多次 绝对不会认错 阿窥亚问迪木和小爱是什么关系 迪木表示 他们是通过某个时尚杂志的模特牵线认识的 后来也为他介绍过不错的合作对象 甚至帮他瞒着经纪公司和男孩子约会 这句话引起了阿窥亚的高度重视 以为阿窥亚是小爱的粉丝 对成年八卦感兴趣 迪木又是脑筋一转 表示告诉他可以 但阿窥亚要去参加恋爱真人秀 杨东高中入学的第一天 作为学姐 加奈热情地欢迎了新野兄妹 这所高中除了上课时间外 其他都和普通学校一样 但这里聚集了演员 模特 当红偶像等等演艺界的俊男美女 可以说是全日本最受人瞩目的高中 陆比不由得紧张起来 一进教室 青春亮丽的气息扑面而来 周围被各种帅哥美女环绕 连同桌都是G杯的写真模特美波 课后陆比将自己的第一个朋友 介绍给了阿窥亚 阿窥亚还有一个朋友都没交到 被自己的妹妹可怜了 他让陆比管好自己 虽然在开学典礼上看到了不少长得不错的 但真正出名的其实没几个 陆比反驳他说有 而且就在他们班 那就是现如今大火的美少女艺人 不知火弗利路 现推的偶像居然和自己一个班 陆比那叫一个激动 阿窥亚却反应平平 因为他的偶像自始至终只有小爱一个 正说着不知火就从他们身边走过 阿窥亚禁止上前和对方打招呼 没想到不知火居然知道他演过惊天甜 甚至连美波这个模特都认识 陆比至今还没有出道 结果成了醉不起眼的 回家就嚷嚷着要精子赶紧让他成为偶像 只有他一个什么工作都没有 在学校被霸凌了怎么办 但这种事不是说说就能完成了 要组成偶像团体就要先完成成员招募 但可爱的女孩子没那么好找 本身对偶像有兴趣的 多巴尔也去参加大型选秀了 这时阿窥亚突然插嘴 没有经纪公司 虽然有名 但借不到工作 找的还挺可爱的女孩子 不是有个现成的人选吗 那头精心呵护的柔顺秀发 窒息未脱的娃娃脸 以及有点天然呆的角色属性 毫无疑问 这种女孩子肯定超级受油腻肥宅的欢迎啊 对于陆比的分析 阿窥亚是保留意见 为了尽快成为爱豆 不被当成没有工作的素人 草莓娱乐偶像女团的招募正在进行中 阿窥亚给陆比推荐了目前既没有公司 也没有工作的加奈 只不过陆比和加奈的关系不太好 一见面就唇枪舌战的 阿窥亚表示 她会帮忙将加奈约出来 两人好好聊聊 如果真的无法相处 也不用勉强 加奈正在翻看惊天甜的评价 看到有评论说 眼跟踪狂的演员很帅 加奈不由的小脸一红 没想到阿窥亚就在这时发来消息 约她放学之后见面 加奈顿时想入飞飞 甚至特地跑到卫生间补了个妆 结果到了地方才发现 是陆比找她 当场就来了个超级变脸 只能说不愧是演技派 陆比也是超级不爽 她现在邀请加奈当偶像 不就是在变相夸赞她 和偶像一样可爱吗 阿窥亚吐槽 她到底在坚持哪门子的傲气 想要尽快展开偶像活动 现在就不是闹脾气的时候 陆比也只好硬着头皮 去问加奈 愿不愿意跟她组团当偶像 见陆比是真的想要招募她 加奈也跟着正经起来 表示给她一些时间考虑 她明白自己一旦以偶像的身份开始活动 就会失去年轻演员这边的工作 转而以淘汰率极高的偶像团体工作为主 若是无法作为偶像走红 她就会两头落空失去一切 这是一份极不划算的邀约 但不知为何 她却在陆比身上感受到了 类似天才偶像小爱身上的特质 虽然她只和小爱合作了一次 但小爱无疑是会一飞冲天的天生巨星 身为艺人的直觉 让加奈在陆比身上感受到了某种可能性 但是草莓娱乐并不是什么大公司 新企划也没有实际效果 更重要的是 她自认为自己没有可爱到能以偶像走红 没必要将未来压在这场赌局上 她刚想拒绝陆比 却没想到 阿库亚直接单膝跪地 拜托加奈来当偶像 她是真心觉得 加奈比一般偶像要可爱得多 在美男记的无敌攻势下 加奈虽然嘴上说着拒绝 但身体还是很诚实的签约了草莓娱乐 没想到真的能把加奈拉来 金子问阿库亚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阿库亚表示自己只是摸清了加奈的性格而已 共情能力强 抗压能力低 用眼泪攻势和强行逼迫都能使对方就范 金子忍不住警告阿库亚 以后走夜路小心点 不然迟早吃苦头 阿库亚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而且她也没有说谎 纠结了一番之后 加奈也只好接受现状 反正就是从前天才同心 变成转行当偶像的前天才同心罢了 而且和阿库亚在一家公司 一起工作的机会也会变多 说不定还能从她身上学到一些技巧 加奈问阿库亚有没有安排下一份工作 就见路比一脸吃了脏东西的表情 打开电脑 这是迪木策划的一档 俊男美女集合的恋爱真人秀 其中包括时装模特有希 舞者熊野 演员黑川 YouTuber美母 乐团成员森本 让从事演艺工作的高中生们 在周末的时候利用各种活动交流 看看会不会配对成功的综艺节目 本来没什么好看的 直到满脸阳光的阿库亚出场 路比和加奈都看傻眼了 阿库亚明明是一个浑身散发 隐身寒气的黑暗系男子 这个阳光开朗大男孩到底是谁啊 美母主动和阿库亚搭讪 路比前脚刚说完 这种做作的女生 根本不是她哥哥的菜了 后一秒 就见阿库亚超级开朗的夸在美母也很可爱 家内梦碎真人秀 阿库亚也就在邀她进公司的时候 夸过她一只可爱 果然是雄性动物 一被女人包围就网乎所以了 金子也为阿库亚洗白 这 这是个节目预告而已啊 阿库亚要是不这么做 节目还怎么进行下去 她理解两人看到男性熟人 去讨好其他女性 心里不舒服 但是阿库亚是演员啊 这只是她演出来的人设 家内自然也知道 但是这个节目在最后可是有告白桥段 最后要接吻成为情侣的 这让她很郁闷 阿库亚怎么会想到接这种工作呢 金子表示 如果家内继续走演员这条路 总有一天也会接到吻戏的 将公司分明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要是在这个圈子里还抱着老牌的争吵观念 她会过得很辛苦的 阿库亚正在和美母约会 虽然表面上笑蜜蜜的附和着对方的话题 但实际上她已经身心俱疲了 这种年轻人之间才有的共鸣对话 真的很折磨人 而她之所以要来做这种事 罪魁祸首还是迪木 迪木表示 只要她参加这个节目 就告诉她连经纪公司都不知道的 小爱私密内幕 比如男女关系之类的 为了找出生父的线索 阿库亚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节目的拍摄流程很简单 嘉宾之间可以随意聊天 但一定要注意定点摄影机的角度 当摄影机靠近时 最好能在对话中概括一下交流内容 恋爱真人秀迄今已经有20年历史 当然也归纳出了相当程度的运作模式 那就是在保障节目娱乐性的前提下 任由参演者发挥自身魅力的真实性演绎法 虽然真人秀没有脚本 但其中仍旧有表演的成分在 有戏来到阿库亚身边搭话 他胆小又不爱出风头 肯定分不到多少镜头 阿库亚问他为什么要接这份工作 游戏表示 他们公司的招牌艺人对所有工作都来者不拒 因此抢走几乎所有通告 搞得他一整年都很闲 这时迪木制片找上了他 毕竟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阿库亚觉得他在骗人 游戏也很无奈 他现在才高一耶 不是每个艺人都会谈恋爱的 阿库亚也不是对恋爱没兴趣 只是至今仍忘记不了小爱 还没办法整理好自己的感情 快住手 那个可是你妈耶 听到阿库亚这么复杂的感情 游戏鼓励他好好努力 知道恋爱真人秀配对成功的嘉宾 都会在最后接吻 游戏冲到阿库亚耳边 但如果是阿库亚的话 接吻也不是不可以 阿库亚吓了一跳 就听见游戏说 他们身后有摄影机正在拍 注意别对上视线 以后就让他们好好相处吧 好一个胆小不擅长聊天 阿库亚也切身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真人秀 回到家后 路比嚷嚷着要亲自给哥哥宣嫂子 他是绝对不会让哥哥 和讨厌的类型交往的 结果他第一眼就看中了游戏 被阿库亚吐槽 完全没有看人的眼光 短时间内可别去谈恋爱 不知火要进行兴趣的拍摄 美波在放学后也有自己的工作 阿库亚去拍真人秀 只有路比和加奈非常闲 加奈吐槽他 没事干就赶紧去念书 当偶像就算红了 也赚不了几个钱 迪远峰时期又短 还是努力考上好大学比较现实 他们现在不仅没有哥 甚至连组合名字都没想好 哪有什么工作 气得路比一拍白板 这不都是因为不管叫什么名字 加奈都不满意嘛 主要是因为取好了团名 他就要正式面对 自己是个偶像的事实了 没有半点成绩 就敢自称偶像 他要怎么去和父母交代 这时金子拿了台摄影机过来 既然如此 那就让他们来创造成绩 现在的偶像文化是网络为主 要想打好根基最好就以网络下手 成为YouTuber 先积累一波粉丝打响知名度 加奈吐槽像路比这种 只有脸能看的人放到网络上 再加上他最多也就一万个订阅 举行线下活动 说不定连1%的人都不到 金子表示那是外行人的做法 他们草莓娱乐可是培养出 众多平台艺人的网络经纪公司 自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说着一个带着黄色金脑袋的裸男 推门而入 吓得加奈大喊有变态啊 人家才不是什么变态 而是在国中小学生之间 叱咤风云的 蒙面健身系YouTube 皮耶永库鸡 草莓娱乐旗下最赚钱的艺人 起初加奈并不在意 网红不就是比谁 更能让观众留下印象 结果就听鸡兄说 他的年收入是一亿日元 好几年没工作的过气同薪 当场拜扶 增加订阅人数的诀窍 就是每天更新和保持知名度 这种方法对于新人来说有些困难 但还有一个最快捷的方式 那就是引流 与知名优这部合作 打响知名度 鸡兄表示 会安排他们出现在自己的频道里 询问两人对于企划 有没有什么想法 要不来个城间突击访问 结果露比太过较真 认为事先知道了 就不算突击访问 这是他们的第一份工作 他不希望撒谎骗人 于是两个美少女 就被套上了黄金头套 和鸡兄跳起了健身操 只要能跟上一小时的健身舞 鸡兄就让他们以真面目示人 虽然累得露比 直接都吸氧了 但两人总算撑了过去 满头是汗的两人摘下头套 和观众介绍自己 鸡兄其实本来是打算用剪辑 让视频看上去 是运动了一个小时的效果 没想到他们真的办到了 鸡兄问他们的团名曲好了吗 家乃无奈 让露比自己定好了 于是这个组合的名字 再次叫回了毕小婷 有希哭着说 自己要退出真人秀 因为自从节目播出后 总有男生过来问 原来他喜欢这种类型的 将喜欢这种感情 谈落在别人面前 让他非常害怕 受到别人过多关注 也不全都是好事 有希将要推出的预告一出 网上对这部 恋爱真人秀的讨论度飙升 他当然是不会退出的 这些都只是提升收视率 和曝光度的手段罢了 在节目里 和大家相处一段时间后 阿库亚渐渐摸清了 每个人的性格 有如鱼得水的 有表里如一的 也有没什么表现的 他设结束后 熊野物阿库亚 要不要一起聚餐 梅姆请客 他最近涨了不少订阅 一定很得意 而且和公司还是五五分账 他们这群小艺人 都是二八分 多到手里的 根本没多少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梅姆也只能豪迈请客 带大家一起去吃烤肉 见黑川一个地儿 都要给自己夹肉 阿库亚让他自己也吃 不用考虑他 黑川表示 在这种聚会上 他是不会放下烤肉夹的 虽然一开始总是烤焦 但现在他的烤肉技术 已经很好了 黑川是个很认真的女孩子 就连同事们饭后的闲坛 都要记下来仔细揣摩 得知自己哥哥 边看正妹 边吃烤肉的露比 嫉妒到面容扭曲 阿库亚说 自己只是在应酬 露比一点都不信 愉悦感 明明都从他脸上满出来了 阿库亚马上扭头 毕竟年轻的肠胃 就算吃大鱼大肉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一顿 确实给他吃爽了 今天本来是他们的家庭聚餐日 因为阿库亚缺席 叫露比很不满 而且这节目卖点 不是男男女女相聚在放学后吗 周六还要拍摄是怎么回事 阿库亚觉得这没什么 能让他们以学业优先 就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其中造假的成分 也没有他想象中的多 大部分人都是在尽力 表现出自己优秀的一面 只要去联谊会上转一圈 多的是这种现象 露比问他 大家都是在认真谈恋爱吗 这种事 自然也是人格不同 有的当做演戏 有的认真对待 阿库亚从看过恋爱石锦秀 才会对这个节目带有各种偏见 但他确实是以真实作为卖点的 更加真实地将每个人的本质 呈现在荧幕上 站在观众的角度上看 或许是件好事 但有时候 谎言才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 在接下来的拍摄中 有希和熊野这对CP 逐渐成为节目的重心 加之表露出杜义的森木 一对狗血大三角就此诞生 有希作为三角关系当中的主角 推动了彼此间的发展 小恶魔般的作风 也将节目气氛越吵越热 在学生们之间获得了不少人气 拍摄结束后 美母问阿库亚不准备行动吗 如果想红 不如和她配对 插入狗血修罗场 阿库亚完全没这个心思 在整季节目结束前 都打算待在安全区内 美母也没什么过多的企图 她只要维持自己 治愈系傻妞的角色就好 她的目的本来就是透过这个节目 替频道招揽更多观众 比起他们两个更令人担心的 应该是节目中最没有存在感的黑川 在恋爱真人秀中 黑川所有的镜头夹起来 甚至连十分钟都不到 因此导致她的经纪人被老板痛骂 公司费尽心思将她塞进节目 结果她却是这种糟糕的表现 至少也应该在节目里留下一些爪痕吧 虽然经纪人安慰她不要放在心上 但黑川仍旧非常自责 想要努力让自己的表现更加亮眼 露比因为买到一瓶超难喝的饮料 想要发推吐槽 被加奈给了一把掌 居然想在网络上发文 说人家的商品难喝 要是商家上网自搜怎么办 只要把商品名打在网络上 至少会被五个相关人士搜索到 从此她就别再想接到那间公司的邀约了 露比觉得加奈说得太夸张了 加奈问她 应该也在网上搜过自己吧 露比心虚否认 被加奈抢过手机翻浏览记录 她不仅搜自己 还要带上可爱的关键自搜 虽然每个人嘴上说着不会自搜 五成以上的偶像 都会在网上搜索自己的名字 就像是活动结束后的庆功宴 无论是乐团还是演员 全都在一边喝酒一边自搜 如今是大自搜时代 即使不是广告代理商 也能利用网上的大数据 来调查消费者的感想 或者客源分析 现在网络上的广告费用 已经追上实体媒体的广告费用 足足有两兆日元以上的市场 不在乎网络反应的时代已经结束 要是属于网络营销 就只能等着被市场淘汰 媒体内容和粉丝相互监督 而在演艺圈里 他们艺人本身就是媒体内容 当你在凝视深渊时 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黑栓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与自己相关的内容 大多都是觉得 它存在感超低 没有游戏可爱 第二天拍摄节目时 眉母正在和森本拍摄短片 准备上传到节目 即将开设的官推和TikTok上 眉母本身就是玩TikTok的 不过当时既没广告收益 也没打赏 她就去当YouTube了 眉母让阿库亚也来拍点 阿库亚对他们年轻人的东西没兴趣 被吐槽好像大叔 在离他们一桥之隔的另一边 黑川主动展开公式 叫走了正和游戏聊天的熊野 她一直在考虑 究竟怎样才能让自己变得显眼 工作人员给她出了主意 当然是变身坏女人 从游戏那里抢走熊野 要是能成功 不仅能让自己的形象鲜明 还能让自己获得瞩目 只有豁得出去的人才能走红 游戏的姐姐也是美甲师 于是游戏闲暇时间给眉母和黑川 做起了美甲 游戏问黑川最近是不是很焦虑 节目即将接近尾声 她自然也明白黑川的心情 黑川解释 她只是想让自己亮眼一点 在这个节目中留下成果 游戏却表示 她是不会让黑川如愿的 因为她也会努力 让自己变得更显眼 网上夸赞游戏可爱的人数不胜数 却不见一个夸赞黑川的 同样都是艺人 她和游戏的差距 位正位这么大呢 黑川在和森本聊天 游戏突然跑过来 要拉着森本去看拉不拉多 想起替她背锅挨骂的经纪人 黑川知道 她现在必须豁得出去 不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黑川冲上去 想甩开游戏握住森本的手 她确实留下爪痕了 不过不是在节目中 而是在游戏脸上 美甲的水钻 不小心划伤了游戏的脸 现场顿时一片慌乱 拍摄暂停 帮游戏处理伤口 居然让模特的脸破相了 她明天可是还要去拍摄杂志的 黑川也吓坏了 她没有想过 事情会变成这样 游戏扑上来紧紧搂住她 让她冷静 她知道黑川一直都很焦急 为了回应大家的期待 努力做好自己不擅长的事 所以才会迷失自己 她的伤只要稍微削个图就好 不会影响到工作的 游戏问黑川讨厌她吗 她很喜欢努力 又肯拼的黑川 所以她一点都没有生气 而且现在拍摄已经暂停了 就算她现在装样子 也没有意义了不是吗 黑川非常感动 两个女孩子抱在一起 重归于好 如果是在学校 这只是个马上就能和好的小争执 但就算当事人已经把事情解决 网络也不会放过她 官方把黑川对游戏动手的预告 当作噱头放出来之后 黑川的人气在网络上迅速下跌 黑川早就知道 事情会变成这样 她以为只要好好道歉 就能获得谅解 爱遇节目组的合约 她不能提及 没被剪进节目里的内容 她想着 只要在能透露的范围内 好好道歉就能获得观众的谅解 却没想到她的道歉推文 缺成了被言上的导火索 人们只要听到有人道歉 就会群起公知 因为一旦道歉 就是承认自己做了错事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 道歉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在应对言上这种事 却是下下策 面对网上对她的谩骂和批评 黑川都一个个看了过去 她安慰自己 都是因为她做了错的事 这都是理所当然的 言上这种事 越是对认真的人影响越大 要是当事人不去看那些批评还好 但还是有人 会将那些言论全都往心里去 黑川现在只要一闭上眼 脑子里全都是被言上的事 连妈妈都看得出来 她脸色不好 但黑川还是强装镇定的 继续去上学 然而在学校里 也仍旧躲不开闲言碎语 看不惯她的同学 趁机落井下石 说她总摆出一副 有事要忙的架子 到处炫耀自己是明星 躲在厕所里的黑川 突然趴在马桶上干呕起来 妈妈问她 是不是工作上出了问题 她也什么都不肯说 之后网报越来越烈 经纪人让她先暂停活动 现在不管她怎么解释 都只是火上浇油 节目更新的当天 稍微平息下来的声浪 又像之前一样 汹涌着向她袭来 只要这档节目被持续关注 这件事就不会被轻易带过 也会成为她今后演艺生涯中 甩都甩不掉的优惯 网络之后的人动动手指 就将她迄今为止不断努力拼搏的人生 全部否认 各种恶意的揣测和造谣不堪入目 还有粉丝脱坑回踩 黑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觉得人生一片灰暗 朋友发来消息 关心她有没有吃饭 黑川才想起来 自己到现在都没吃东西 于是顶着台风天出去买 坐在天桥上摔了一跤 黑川只觉得自己活得好累 她已经不再想思考了 黑川爬上天桥 准备一跃而下 却突然被人紧紧抱住转了回来 黑川哭叫的拼命挣扎 而那个冒雨赶来救她的人 居然是阿枯亚 发现没死成的黑川 在阿枯亚怀里哭叫挣扎 阿枯亚让她冷静下来 她不是敌人 阿枯亚能出现在这里 还是因为美母说 黑川在台风天跑出门 却迟迟没有回去 大家都在四处找她 她根据便利店的路走过来 还好赶上了救下黑川 黑川委屈地坐在地上大哭 有警察跑过来 问他们在干什么 黑川的事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露比和加奈这边 同样也在关注着 虽然对于公众人物来说 这种事实有发生 不足为奇 但是无法习惯的人 就是习惯不了 就算是加奈 也出现过精神衰弱 真的想一死了之的时候 对没有抗压能力的 十多岁少女来说 第一次被人集中火力爆骂 那几乎会让人产生一种 人到此为止的错觉 这种恋爱真人秀 在世界各地都很受欢迎 但期间为止 已经有将近50人 因参演此类节目而自杀 有些国家还明文规定 有义务对参演者提供心理评估 死了50人 就代表还有10倍以上的人 还在痛苦之中 或自杀未遂 所谓真人秀 就是将自己 暴露在众人面前的节目 会被抨击的不是节目 而是参演者 那是相当难熬的事 阿奎亚说的没错 谎言才是保护好自己的最好手段 拍胜时 如果有演出的成分还好 越是用真实的自我示人 其伤害就越是致命 现在只要上网 就能看到名人被炮轰的例子 键盘侠们打着言论自由 与网络正义的名号 几乎每天 都会有人遭受着 积极恶毒的网络霸凌 每个人都认为这件事事不关己 却还对成为目标的人物 落井下石 一去无心之言 就足以伤人害命 这时 金子接到电话 说阿奎亚进局子了 黑川在警察局里 对着妈妈哇哇大哭 妈妈平时并不关注网络 因此不知道女儿遭受了什么 被遭到警局才知道 黑川自杀未遂 金子揉着阿奎亚的脑袋 夸她做得很好 接到电话时 她真的吓了一跳 阿奎亚表示 人命太脆弱 听到有人呼喊 只要立刻想救 不然只会留下遗憾 黑川从房间里走出来 伙伴们也纷纷赶到 有戏冲上来 对着黑川就是一巴掌 哭着搂着黑川 责怪她冲动 明明有什么事 大家可以一起商量的 阿奎亚问黑川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想要趁机退出节目吗 虽然他们签了约 但是节目方未能尽到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 真的追究起来 也是他们的问题 就算黑川要退出 节目组也不能说什么 当然 这种事还是要交给黑川本人决定 黑川说 自己是为了成为更出名的演员 才会一直努力至今 遇到这种事 她真的很害怕 但是却不想就此放弃 大家对此也都没有异议 并表示 会尽量协助黑川 毕竟几人年岁都差不多 无视风声 团结互助拍完节目 也在预想之中 但是阿库亚不准备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不管是刻意煽动言论的节目组 还是在网上口无遮拦的键盘侠 都让他们满肚子怒火 警局里设有一间记者俱乐部 各家的媒体记者为了获得一手消息 都会24小时拍记者守在这里 阿库亚将消息透露给了记者 很快 未成年演员遭遇广报自杀未遂的新闻传遍全网 进而引发了各式讨论 有些人在看到新闻后立刻收手 但新的火种也加剧了网络的恶意 关注度虽然提升 但却并没有改变黑川的处境 似乎并不是个应对沿上的好政策 而且黑川的拍摄仍旧在暂停中 也没有要付出的意思 事情如今闹得这么大 金子问阿库亚真的有办法负起责任来吗 然而世人的关注度对阿库亚来说 就等同于堵桌上的筹码 如果现在退出堵局 黑川就会在遍体鳞伤的状况下不战而败 在堵桌上不提高赌金是赢不了的 只要手上有一张好牌 他都会继续堵下去 阿库亚去找美母 要大家一起拍摄的照片和影片 真人秀的节目内容 都是由专业人士剪辑的 其中包含了将黑川塑造成反派的意图 无论当事人是什么证人君子 一旦将资讯刻意断章取义 都能将其呈现恶人形象 这就是所谓的节目效果 阿库亚本身就会剪辑 只要有素材 就能呈现出他们自己眼中的现在任劣 美母多聪明 直到阿库亚是要搞不大的 这种情况就是主动受众庞大 具有留在强大传播印象的潜力 现在乍一看最显眼的 就是对黑川的言上 但实际上口出恶言的人只有百分之几 面对自杀未遂这种敏感话题 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在犹豫 是该跟风还是拥护 也就是沉默群众 换句话说 有更多人正在等待答案 若在此时提出能引起共鸣的意见 多数人就会认为此为正义 并形成市场 说不定还能彻底扭转局势 美母表示 等阿库亚剪辑好之后 他可以负责上传 他可是专业的YouTube 星期几的极点上传 最能带动传播术 发推使用多少次数 最容易让人留下印象 就是深谙网络和自我营销 他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可是个擅长炒作网络话题的专家 森本也主动提出负责音乐 他本来就是天赋极高的乐团成员 创作什么山前的曲子 小菜一碟 有希提出 将他和黑川拥抱的那一幕加进来 虽然当时说了停止拍摄 但有希可是敏锐注意到了 背后还在运作的摄像机 他还特地找了一个完美的角度 这一幕绝对被拍下来了 只是工作人员刻意隐藏 阿奎亚却找导演要资料 导演谈率地表示 确实是有 但是母带的资料严禁外流 而且一旦公开 就等于承认节目组 刻意将黑川塑造成反派 现在关注度这么高 如果爆出真相 只会让那些针对黑川的霸凌言论 涌向字幕组 真人秀说白了 观众们最想看的 就是节目里的真人纠纷 他们可没有让黑川这么做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们只是将节目剪辑成 让观众更容易理解的内容 他若是不愿意 可以直接NG 节目组自然不会放出来 黑川是个专业的演员 他也只是在尽责 完成自己的工作 阿奎亚突然问导演 现在多大 导演说35岁 但黑川才17岁 不管是不是专业人士 17岁无疑 还是个会犯很多错的年纪 作为大人 却无法保护一个孩子 这样真的对吗 导演喊了口气 阿奎亚这孩子 真的很会说 总之资料到手 经过几天的剪辑 那道兔魂的阿奎亚 总算是在几个人的 指手画脚之下 把影片剪辑完毕了 大家对影片的反响 都很期待 如果刚开始的一分钟 能有100转发 最后的热度 也不会很差 大家忐忑不安的 将影片上传 等待反响 转发量很争气的 飞速上涨着 24小时内 影片被转推 超过了7万多次 在反转黑川形象的同时 也奠定了 现在任务的超高人气 看着大家为自己 精心制作的影片 黑川泪流满面 言上的事情 也在某种程度上 告一段落 毕竟这种事 不可能被彻底解决 如果哪天出事 说不定还会被 拿出来翻旧照 黑川很快振作起来 重新回到剧组 美母提议他 最好还是给自己 立个人设 毕竟真实的自己 被言上时 太容易受到伤害 要是能演某个角色 就相当于 多给自己 夹了一层盔甲 不仅是这个节目 在社交往来上 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黑川本来就是演员 这种事 做起来很简单 但是要给自己 讨一个什么人设呢 有希和美母 突然问阿库亚 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阿库亚的理想型 自然是小爱 长得漂亮 有着太阳一般的笑容 完美的舞台表演 所有言行举止 都无懈可击 最重要的是 要有着一双 引人注目的双眼 有希和美母 调笑阿库亚 是个外貌协会 但黑川却认真的 将这几点记了下来 准备演出 阿库亚的理想型 阿库亚并不在意 没人能演出小爱 阻止此时的黑川 已经对阿库亚 放心暗许了 阿库亚救他 为他费力剪辑影片 如果他能演出 阿库亚的理想型 对方也一定会高兴的吧 之后黑川开始 认真查阅 关于小爱的一切资料 他真的非常聪明 凭借影片资料 就差点把小爱的隐私 翻了个底朝天 有满足对认同感 交友弹幕 家庭环境恶劣 对表达爱意存有偏见 秘密主义者 却有暴露欲望 教育程度低 青春期时就有性经验 自我毁灭的行为 在15岁左右有了改善 是不是因为 有了美好的邂逅呢 好家伙 你这智商还当什么演员啊 当侦探去吧 天赋也太恐怖了 家大娃阿库亚 黑川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作为竞争对手 他其实挺希望 黑川一蹶不振的 也就是一种 幸灾乐祸的心情 毕竟 作为啦啦啦剧团的黑川亲 可是被冠上天才演员之名 在圈内赫赫有名的存在 从今天开始 黑川正式回归拍摄 而就在黑川进门的瞬间 阿库亚却是被惊呆了 因为此时 黑川的动作 语调 脸上呈现出的神色 居然和记忆中的小爱 别无二致 黑川让死去的小爱 再次活了过来 作为剧团出名的天才演员 为了演绎要扮演的角色 他会下足功夫 去彻底钻研 然后再用他天生的表演天赋 表现出来 这样的个性 用在真人秀里 或许不吃香 他在演员里 是毫无疑问的天才 能将小爱模仿的犹如在线 把阿库亚都看傻了 不管是参演者 还是工作人员 那股不得不将视线 放在他身上的神奇吸引力 如同小爱 与生俱来的魅力一样 都在黑川身上散发出来 黑川听说了影片的事 向熬夜剪片子的阿库亚 表示了感谢 眉毛敏锐地察觉到 阿库亚因为黑川的改变 也变得很奇怪 他让阿库亚帮忙拿一下包包 阿库亚说自己在想事情 不管 但只要黑川一开口 他就乖乖照做了 难道阿库亚就喜欢这种类型的 说着 眉毛和游戏一起把黑川 推到阿库亚面前 问他是不是喜欢这样的黑川 结果就叫阿库亚害羞无脸 让他们别闹了 紧接着 陶冶式地离开了教室 居然能让万年阴暗P 露出这种表情 眉毛和游戏都觉得 有门 问黑川会不会和阿库亚交往 同样害羞打回原型的黑川 也有些不知所措 身边两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 还穿夺他私下里 也这样去攻略阿库亚 视频外看节目的加奈 那叫一个不爽 谁要躲在安全范围外 看别人谈恋爱啊 吐槽了几句酸不拉击的话 就气句不看了 倒是露比看着屏幕里的黑川 情不自禁叫出一声妈妈 尽管在幼儿时期 和小爱一起生活了几年 但阿库亚对小爱这个人 仍旧一无所知 对他而言 小爱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是偶像 母亲 还是什么其他的 黑川振作起来后 他和阿库亚的CP 很快也成为了节目的焦点 加奈走在街上 都能听到同龄的女生 在嗑CP 而这时 阿库亚突然叫住他 问他 要不要一起逃课 出去玩 虽然嘴上说着逃课 是不聊少女的不好行为 但加奈答应的内角一个痛快 黑川算什么 阿库亚现在 不还是在和他约会 加奈兴奋地问阿库亚 去哪玩 东京塔 还是迪士尼 结果阿库亚 把他带到了公园 玩接船球 看出阿库亚 似乎有心事 加奈问他 怎么不去找露比 和节目里的朋友 阿库亚这个死媚控 自然是不会带着妹妹逃课的 虽然和节目里的朋友 交情不错 但那毕竟是工作 不是可以放松相处的关系 跟他们的交流 更多的是算计和谎言 要说能让他放空聊天的对象 还真没几个 而且和加奈聊天 就不用顾忌太多 现在任恋马上就要收尾了 有戏的人气很高 黑川的状况也不错 加奈问他 到底看上哪个了 人总要有个喜欢的类型吧 阿库亚表示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人类的思想会随着身体的发育 受到很大影响 因而时期的是 会因为童年失忆症 很难留下清晰的记忆 而来到被成为第二次成长期的青春期时 他清楚地感受到 对于周围的警戒心越来越强 随着身体的成长 他的精神逐渐适应了这具身体 与周围环境 他和星野阿库亚之间的交际线 也在渐渐消失 加奈问阿库亚是不是有中二病 有的话还是赶紧制止比较好 他看着觉得好丢脸 然后差点被阿库亚丢出的球振麻手 阿库亚自然知道作为普通高中生 他能找一个年纪相仿的女生谈恋爱 但就他而言还是更喜欢年少的 加奈超高兴的 他就比阿库亚大一年级 结果一想 黑川也是一样 当场破防 不过还是对阿库亚露出了超开心的笑容 这还是他第一次丢球丢的这么开心 多亏了加奈 阿库亚终于树联好了自己的感情 他只不过是在黑川身上 看到了小爱的幻影 黑川来找阿库亚打招呼 听从阿库亚建议添加了人设后 他果然变得受欢迎了 阿库亚不可否认 黑川在塑造角色上的天赋 他问黑川是怎么做到的 黑川表示 自己经常会看一些范册写的书 收集了大量人物资料后 再用自己的想象去加以理解 还会加入这种主观设定来加深人物形象 随后黑川的一句话让阿库亚当场破防 比如小爱有私生子之类的 如此一来就能整合各方面情感脉络 解释一切费解的举动 不管是小爱的想法和性格 都能一一解开 阿库亚没想到 黑川的侦察天赋居然这样恐怖 从小爱的生活方式 到他喜欢哪种类型的男生 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演艺圈内 卧虎藏龙啊 对于阿库亚而言 他有着自由的灵魂且才华含义的心野爱 他心里有何感想 以及他想做的事 他至今仍一无所知 而黑川拥有的天赋 却能完美追溯到小爱的行为模式 他和黑川的关系仅止不于同事 节目结束后将不会再有任何瓜葛 但是黑川对他而言还有利用价值 他绝不能让这么重要的人就此跑掉 节目最后收刮环节 有戏和美母的配对全部失败 阿库亚却突然向黑川告白 而黑川也害羞地答应了 两人在节目最后亲吻 代表配对成功 现场一片欢呼 只有加奈成了败犬 之后大家聚在一起办了一场庆功宴 大家八卦 黑川是否要和阿库亚谈恋爱 毕竟他们这堆还是挺受欢迎的 黑川确实对阿库亚很心动 但是当前他还是想事业为重 大家都觉得高中生 谈一两个朋友也没什么 有戏不就换男朋友换得很勤吗 有戏不干了 现实中他可是把工作摆在第一位的 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谈过恋爱呢 演艺圈也没有太多以禁止恋爱为卖点的职业 所以黑川要因为节目的关系开始交往 反而不会被当作丑闻 导演也认同这一点 从现在开始 节目组不会干涉他们的选择 不管是交往还是分手 都是他们的自由 节目中确实有几对能坚持下去 并一路走到结婚的情侣 当然也有配合演出 假装交往几个月后分手的 他们只能自己做出决定 这个圈子里多的是想利用他们的才华 只要没了利用价值就抛弃的肮脏大人 这个业界有很多甜美诱惑 容易被牵着鼻子走的人 最后都会落入万丈深渊 导演给了他们几句忠告 扭头一看 阿库亚不知跑哪去了 阿库亚正在和迪姆谈话 现在认恋口碑很不错 迪姆觉得启用阿库亚是个正确的选择 虽然节目受人瞩目的大部分原因 是因为被言上 但还是阿库亚出手才得以解决 不过那段影片上面还是有些意见 拍摄过程中的影像素材不可外流 本就是业界铁则 就算阿库亚是演出者也犯了大忌 上头甚至有人提出 要找草莓娱乐赔偿 阿库亚当然不会被三言两语吓到 但事情还没变成这样不是吗 合约上有著名 演出者可以在官方账号上 上传拍摄时的花絮 所以他们才将影片传到官方账号上 他们只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既然阿库亚完美完成了他的工作 迪姆也会依约支付响影的报酬 他约阿库亚下周去吃手丝 会告诉他关于小爱的绝密情报 之后阿库亚又被伙伴拽回了宴会现场 有戏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 他们之间的交往只是工作 怕是来真的 黑川看得出 阿库亚并没有将他当作异性 阿库亚也坦承地表示 和黑川的交往只是工作上的延伸 他不喜欢黑川 但是作为演员的黑川 却让他很感兴趣 黑川听到这里也释然了 既然如此 作为工作的一部分 他们就暂时假扮情侣吧 况且真正的情侣 有有希和熊野就够了 虽然在节目中有希拒绝了熊野的告白 但他们私下却开始了交往 聚会后大家分别 美母和阿库亚走得很近 便一起回家 和朋友分别 让美母觉得有些寂寞 他和阿库亚 是不是真的要和黑川交往 毕竟黑川扮成小爱的时候 谁都能看出 他是真的心动了 美母很了解曾经的毕小婷 他说自己之前也想要成为偶像 不过后来遭遇了各种挫折 就放弃了 阿库亚问他 愿不愿意来他们公司 新生的毕小婷 正在招募新成员 他本以为阿库亚在开玩笑 但在看到阿库亚认真的神色后 美母脸上露出了抑制不住的憧憬表情 阿库亚把著名网红美母带回自家公司当偶像 精子都忍不住吐槽 阿库亚应该去当星探 美母的YouTube频道订阅数有37万 TikTok也有60多万人追踪 在网络上的成绩相当不错 而且他和自己挂名的经纪公司是属于业务合作的关系 所签订的合约是能依照自我意愿来选择工作的 所以草莓娱乐完全可以采用委托偶像业务的形式聘用他 草莓娱乐旗下也有很多网红 这方面的契约不成问题 不过看美母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似乎是还有什么隐瞒之事 精子眼光老辣 问美母是不是谎报了年龄 虽然骨架秀奇 但是他看得出来 美母应该不是刚成年 他让美母不用担心 你个人名义活动的偶像 报少几个年龄的事很常见 他并不在意这种事 于是美母偷偷凑过去 说了自己的真实年龄 精子当场来了个变脸 这也差太多了吧 美母对外谎称自己是18岁的高中生 但实际年龄已经25岁了 连阿枯亚听完都觉得不可思议 这要是被人发现 还不得被喷死啊 美母也是有自己苦衷的 他从小就想要成为一名偶像 但他是单亲家庭 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 他本来打算毕业之后出来找工作的 但妈妈却鼓励他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 于是他报名了偶像海选 甚至在一间大公司的活动里 流到了最终海选 然而在高三的时候 妈妈劳累过度住院了 她不得不休学四处打工 好不容易把两个弟弟勾上大学 妈妈的身体也渐渐好转 但那个时候 她已经23岁了 在这个过了20岁 就是老太婆的业界 不管哪里的海选 都只是现20岁以下的女性参加 当她终于有心力去竹梦的时候 她的年龄 却已经不适合竹梦了 她只好将这份热情 投入到了网络创作中 因为是高中休学的 她就用现役女高中生的身份 经营起了频道 没想到居然很受欢迎 订阅数一路飞涨 等她想抽身 才发现已经来不及了 结果就这么过了两年 还演变成了现在这种情况 连梅母自己都觉得不行 25岁的人还当什么偶像 露比和加奈跑过来阿伟梅母 加奈更是因为年龄问题 感同身受到痛苦 她当同兴时的经纪公司 也是在她身上高年级时 就把她给踢了 露比认为当偶像和年龄没有关系 因为这种憧憬 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她向梅母伸出手 欢迎加入 毕小婷 女团又加新成员 阿库亚拜托加奈 好好关照两人 结果 加奈因为阿库亚 很可以传谈恋爱的事 现在看她 鼻子不是鼻子 眼不是眼 逮住就是一顿喷 有了梅母的加入 重获新生的毕小婷 终于要开始起步了 现在任恋真人秀播完后 宋美问露比 看自己哥哥在节目上 和别人接吻 是什么感觉 露比心情超复杂 比在电视上 看兄妹恋的吻戏 还要尴尬 那她总有一天 还是要见到黑川的 毕竟黑川 现在是她名义上的嫂子 但露比清楚 阿库亚对黑川的感情 可能只是对小爱的寄托 她明星不知 活过来和他们讨论 现在任恋 节目里有认识的人参演 所以她也关注了 而且全都是俊男美女 看着也非常养眼 她最想看的 就是美母的少女情怀 要她是男性嘉宾 一定会直接推倒她 露比和宋美忍不住惊讶 不知火在节目里 一直都走的是酷妹风 没想到私底下 说话这么风趣 毕竟男生一看到风趣的女生 比起恋爱情感 最先产生的是对抗心理 如此一来 会很难提升人气 如果是以清纯为卖点 还会被要求搞笑 不知火说 可能是因为自己认识阿库亚 在节目里看到她 还超心动的 阿库亚在普通课那边 超受女生欢迎 不过因为她迷面上 已经有女朋友了 所以大家都只能暂时观望 现在任恋得到了 相当多的关注 而且还深深影响到了 毕小婷 很快 订阅数突破一万 他们的视频 也开始有模有样起来 现在频道里 就有一些自我介绍的影片 歌曲的部分 金子已经去拜托 认识的音乐人了 珈泰觉得在歌曲完成之前 他们乖乖等着就行 但美母很快发现了盲点 他们可是毕小婷啊 就算唱以前的歌 也完全没有问题 现在可是有很多能做的事 要是再这么混水摸鱼下去 塔克就要三十岁了 于是三人开始排练 毕小婷之前的舞蹈 整整三十首舞蹈 要全部记下来 珈泰累得不轻 塔克完全跟不上 那两个偶像宅的激情和毅力 阿窥亚来给她送水 珈泰刚想接 又一想到她和黑川的吻 又气得甩手 让阿窥亚走开 完全不知道 自己哪里得罪了珈泰 阿窥亚放下水就离开了 虽然知道 珈泰嘴巴一直都很坏 但就算是她 也会伤心 珈泰想和阿窥亚说些什么 但一回头 对方已经不见了 阿窥亚去见了迪木 迪木答应过 要告诉她一些关于小爱的事 话虽这么说 她现在做的事 其实就是在挖死者的坟 她问阿窥亚 为什么想要知道这些 阿窥亚说 自己是小爱的狂热粉丝 粉丝对偶像 总是会有一层滤镜 但一旦得知本人的样貌后 就会幻灭 艺人这种东西 说白了 就是靠伪装求生 藉由具有魅力的素材 创造出魅惑人心的谎言 演绎不存于事的超凡魅力 就算是为了挤进一家好公司 而营造出了良好形象一样 她们也只是将这种事 当成生意在做 迪木认识小爱的时候 她还只是个 刚从乡下来的小女孩 既没有当偶像的职业意识 也不太能融入周围环境 师哥会穿着 不适合她的便宜衣服 来拍摄现场的孩子 她当时就想着帮小爱一把 于是推荐小爱 去参加了某个剧团的活动讲座 而那个剧团就是黑川所属的 啦啦啦剧团 有人说谈恋爱能改变一个人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 小爱爱上了某个人 因为从那之后 她就开始注意自己的打扮穿着 还跑过来问她 有没有合适的用餐地点 虽然不知道小爱的对象是谁 但她还清楚记得 小爱突然变得成熟的表情 阿奎亚要是有兴趣 她可以介绍 啦啦啦剧团的负责人给她认识 阿奎亚问迪木 为什么要这么帮她 她只是个 没什么成绩的小演员而已 迪木说自己在阿奎亚身上 看到了可能性 这个业界就是人情买卖的世界 在日本演艺圈 选角这种事 都是被经济公司和制作方 靠人际关系左右的 而且依照演出的阵容不同 收益也会有好几亿的落差 就像现在吃的四万一顿的寿司 不过是不值一提的小钱 现在卖阿奎亚一个人情 等到她哪天飞黄腾达 炙手可热的时候 自己就能在选角战中 占据极大优势 制作人的工作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像她同样在加奈和美姆身上 看到了可能一样 她注意到了草莓娱乐 最近在复活毕小婷 这可是相当具有投资潜力的对象 很快迪木联系美姆 表示有门路将毕小婷 安排进行日本偶像节的演出舞台 加奈觉得时间来不及 JIF下个月就要举行了 而他们还什么都没有准备 而且像他们这种菜鸟偶像 突然登上那种大舞台 肯定会有人说他们 是走了后门才进去的 但平心而论 这可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 那可是一般团体奋斗好几年 才能站上的大舞台 露比和美姆都觉得 应该抓住机会 正式亮相 都这么说了 加奈也只能无奈答应 接下来最重要的事 就是决定 谁来担任毕小婷的C位 所谓的C位 就是整个偶像团体的焦点和门面 必须要由能歌善舞 又可爱的女孩子担任 露比和美姆都对C位虎视眈眈 当然 加奈也不差 她可是曾靠着青椒体操 荣登过动漫歌曲排行榜第一名 加奈羞耻大喊 不要说她的黑历史 C位最重要的还是得看唱功 她对自己的唱功有多糟 心知肚明 露比和美姆提议 去KTV一较高下 分数高的人来占C位 加奈也不愿意去 C位既然是一个团体的门面 如果真的要让她来担当 那这个团就别想走红了 在红极意识的童星时期结束后 她仍在这个业界称了十几年 也曾尝试过其他领域 但全都以失败告终 有公司也曾看中她童星时的名气 给她安排工作 但到最后还是赔的裤衩子都不剩 总结下来 就是她根本吸引不了观众 没有人会喜欢这个 不纯真还毒舌的女人 美姆的关注者本来就很多 露比至少长得漂亮 加上那未经试试的天真作风 会很吃香 人们喜欢的都是天真可爱的女孩子 而不是她这种麻烦又别扭的女人 露比发现加奈最近都在贬低自己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 而且连阿库亚都说加奈可爱了 加奈反驳 这话阿库亚对美姆也说过 一想起这两个人都是阿库亚招进来的 露比好像越来越清楚 自家哥哥喜欢哪种类型的女生了 露比和美姆跑去KTV一决胜负 结果一个57一个43 唱功都烂到不行 就这成绩 居然还好意思争C位 两人都觉得自己需要特训 本想来点轻松的歌放松一下 美姆突然发现除了轻胶体操 加奈还唱过不少歌 随手点开一个MV 两人都被加奈优美的响音征服了 这样都要算烂的话 那他们两人干脆别当偶像了 新生女团B小婷正在火热组件中 因为露比和美姆唱歌烂到不忍直视 于是两人强推出个不少MV的加奈担任C位 但是加奈却不乐意 大火的童星时代结束后 她就成了干啥啥不行 去哪哪倒闭的胡穿地心的过气女星 青椒体操大卖之后 大家都觉得歌唱的不错 但出了专辑却扑得惨不忍睹 成了所有人都不愿承认的黑历史 但露比听得出来 加奈从青椒体操开始 歌明明唱的越来越好 肯定是为了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努力练习过了 这么有责任感的前辈担任B小婷的C位 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加奈却突然发火 说只有这个 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 露比和美姆也知道 不可能这么轻易说服加奈 她们选择了曲线救国 借口让加奈听一下她们唱歌 顺势将人推到C位 好让加奈沉迷当C位的感觉 而且她们俩一个跑掉一个阴痴 要是让她们当门面 这团不得散了呀 加奈也只能无奈地扛起大梁 虽然加奈内心非常的不情愿 但说出来的话 却不知为何总和她所想的相反 距离上舞台已经没多少天了 君子说她找个人来陪她们练习 加奈超级期待 还以为会是阿古亚 结果大门一开了 露出一颗鸡脑袋 没错 又是我们的鸡哥 别看鸡哥这样 她可是前职业舞者 还曾担任过偶像团体的编舞 从专业角度来说 她们这个女团实在是太普通了 不是鸡哥开始拉着她们 进行魔鬼体能训练 露比和美姆在干劲 满满地策划着编舞 鸡哥走到加奈面前 问她是否后悔成为偶像 毕竟是自己选择的路 加奈知道 自己不能后悔 只是明明没有成为偶像的心思 现在还要让她来担任C位 很为难 一个团队的门面 不是她这种人应该待的地方 鸡哥觉得 加奈明明已经很厉害了 每个人都会这么嘴上说说 加奈一脸阴沉地反问鸡哥 又知道她什么 鸡哥表示 每天的晨跑和发声训练 从不缺席很努力的人 毒蛇也只是因为自卑 高兴自己的作品受到好评 而且非常讨厌青椒 加奈都惊呆了 没想到鸡哥居然这么了解她 难道是她的粉丝吗 居然还知道她讨厌青椒 鸡哥很爽快地承认了 两人聊得非常开心 加奈甚至有点喜欢上鸡哥了 露比和美母也觉得 鸡哥真温柔 明明很忙 却还每天都来帮他们训练 虽然觉得鸡哥的形象 比视频里要更纤细苗条 光看背影 都快和阿库亚一样了 但他们没往心里去 加奈也觉得 鸡哥和阿库亚完全不一样 又不体贴 又没有常识 看似高冷 其实是个面探 还一次都没有对她用过敬语 明明小时候 还是个天使一般的存在 结果越长大 越让人牙痒痒 简直就是在玷污她的美好回忆 却没想到 他们无意中说中了真相 一直督促他们训练的鸡哥 其实就是阿库亚假扮的 真正的鸡哥早就去度假了 他一直在通过电话 和阿库亚远程联系 没想到阿库亚扮成他的样子 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 难道这就是演员的魅力吗 阿库亚假扮鸡哥 主要是觉得如果是他来 那圈小姑娘肯定要跟他唱反调 还不如鸡哥来的有震慑 能让他们老实听话 训练的成果很喜人 鸡哥认为就算是阿库亚来 他们也会好好听话的 只是阿库亚对自己没有信心 第二天就要正式出道了 路比晚上兴奋的睡不着觉 家带不理解路比为什么会这么高兴 明天他们上台 也许会不会喝倒彩 也许冷清的一个观众都没有 为什么他还能这么积极乐观 路比回答一味憧憬 他以前一直过着出不了房间的生活 没有未来也没有期望 更别提心动和期待的感觉 但是变成偶像宅后的每一天 他都很开心 心中被喜欢的感情填满 而就在这一时 他和自己的初恋相遇了 那个人告诉他 如果有一天他成了偶像 就来当他的粉丝 从那个时候起 他就一直憧憬着成为偶像 医生现在又在什么地方呢 咱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去和你哥认个亲呢 加大很羡慕路比有支持他的人 但他就不同了 所有人都能看到他的同兴时代 而没有人关注现在的自己 路比下楼的时候 好巧不巧 遇上鸡哥摘下头套休息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大黄脑袋下 居然会露出阿库亚的脸 第二天三人来到偶像节现场 路比和美母仍旧活力满满 加奈则是因为亏见了鸡哥的真容 而震惊的一晚上没睡 阿库亚是为了让他们好好训练 才扮成鸡哥的 难道那期间对他的温柔 都是假的吗 本想着到后台好好休息一下 被足精神上场 但没有想到 这里所谓的后台 居然是几百人挤在一起的超大仓库 不管是化妆还是换衣 都只能人挤人的进行 当然 有能力上主舞台的有名团体 都有自己独立的休息室 他们这种地下偶像 就只有这种待遇 加奈身上的压力很大 他认为身为大前辈 自己必须肩负起 引导路比和美母 这两只菜鸟的责任 为了不辜负那些 在他身上压饱的人的信任 他不能害怕 必须振作精神 回想起为了台下看的空档 穿着私服混入观众的工作人员 空无一人的签名会 和他解约的事务所 不在身边的母亲 不再是同性的他 已经没有价值了 长大的他已经没有粉丝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他开始把网上嘲讽的话语 挂在嘴边虐待自己 就算如此 他也得站出来引领毕小艇 路比突然跑出来 大喊自己好紧张 难道加奈不会觉得紧张吗 加奈还想用自己资历老掩饰 路比突然一把牵起他的手 大家一开始都是这么撒谎的 加奈的手这么凉 肯定也在紧张 路比安慰他不用担心 他们又不是孤身一人 但正因为如此 加奈他更觉得害怕 要是站在舞台上的 只有他一人 他什么都不会想 因为哪怕就这么失败 他也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 但是这一次 他的身边还有路比和美母 他不想让他们 也经历那么痛苦的失败 正因为不是一个人 才会感到害怕 路比说自己不了解 加奈的童星时代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评价自己的艺人生涯的 但是对他来说 加奈只是个女孩子 一个可爱又努力 随处可见的新人偶像 就算翻车了 也很正常 高高兴兴的去挑战吧 说着 路比拉着加奈去换衣服 他只是个新人 新人偶像 这是新生毕小挺的第一次登台演出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不记得这个名字 只有以前的老团粉还在怀念 但那个耀眼倒让人移不开视线的小爱 是无法被任何人取代的 不过处于对这个名字的热爱 他还是决定再回去看一眼 毕小挺正式登台 因为团里有美母这个网红在 他们的来客量还是很不错的 他们在登台前选择了各自应援棒的颜色 美母是黄色 路比是红色 加奈则是选择了白色 这个颜色 多少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 很适合不是偶像宅的他 音乐响起 舞蹈开始 一旦真的站上舞台 倒也没觉得多紧张 前排观众会舞的荧光棒几乎都是黄色 他们吸引客源的中心 本来就是美母 加奈想着 如果由美母来担任C位 观众们应该会更高兴的 这位老粉丝的店长 对着新生的毕小挺非常不满 原本的毕小挺 就是因为有小爱才得以成立的 就算换上三个跑龙套的 也无济于事 直到他看到了路比 那一瞬间 如同小爱在线 让老粉不自觉 举起了红色的应援棒 路比实在太耀眼了 因为喜欢偶像 总是开心地享受着这一切 他就是为了偶像而生的孩子 刚才那一下 一定俘获了不少观众的心 喜欢他的粉丝 也会越来越多 随着第二首歌曲的响起 加奈的心却愈发沉入谷底 他很羡慕其他两人 能得到观众的瞩目 被追逐捧场 早就没有人要来关注他了 就连妈妈和经纪人 都把他扔在一旁 粉丝也只看见他过去的影子 谁能来看看他 这十年前 他一直如此嘶吼着 只要有人愿意对他说需要他 他就能够继续努力下去 能对他说派得上用场 他就愿意和拉车的马一样 任劳任怨的工作 只要有人肯夸奖他一句 他就能更加努力向上 是谁都好 谁能认同他 可以待在这里 一片红黄的海洋中 突然亮起了一盏耀眼的白 那一瞬间 阿库亚的身影映入眼帘 他手持三根荧光棒 面无表情地跳着应援舞 在人群中显得是那么突兀 加奈的情绪随着阿库亚的出现而高涨 说不出来的欢喜在胸中涌动 他决定在他成为偶像的这段期间 一定要让阿库亚只拿着白色的荧光棒 让阿库亚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不要成为你推的孩子 毕小婷的首次灯台亮相反而极好 他们的外表就算在其他团里都是顶尖的 C位的加奈肯定会特别受偶像宅喜欢 说不定真的会红哦 演出结束后 阿库亚已经在车里等他们了 加奈询问他们的首次登台表现如何 阿库亚回答不错 因为他知道 毕小婷今后一定会带来更棒的舞台演出 现在就打高分的话 未免太浪费了 见两人总算肯好好说话了 金子很欣慰 美母还以为他们的关系不太好 金子突然问阿库亚和黑川最近怎么样 阿库亚表示他们很久没联系了 毕竟只是工作上的同事 不过有来联系他说要不要一起拍照上传 一天阿库亚和黑川原来不是真情侣 加奈那叫一个高兴 他就说嘛 黑川怎么可能看得上阿库亚这种男人 见加奈居然是这种表现 美母这才惊觉 这好像是一段很了不得的扭曲大三角啊 事后加奈问阿库亚为什么要假扮鸡哥陪他们特训 阿库亚表示 只是因为加奈不肯听他好好说话 就更不可能接受他的指导了 这都是为了让他妹妹的处女秀顺利完成 超开心的加奈只觉得阿库亚是在找借口 对着他各种毒蛇 见阿库亚要走 还问他是不是觉得羞耻想跑 阿库亚起的都冒黑烟了 今天他还非要和加奈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这两人又恢复了往常的互呛状态 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阿库亚之前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只是后来发生了很多事 让他人格有些扭曲 不过和加奈在一起的时候 就多少有点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美母不由的我黑川担心 看来他要更努力一点才行 活动企划公司的董事雷田 最近搞到了热销动画 《东京不累的》的舞台版权 并和拉拉拉剧团谈好合作 打算大搞一笔 拉拉拉剧团那边自然会推出黑川出演 而想要更加吸引观众 剧男美女是少不了的 雷田约了迪木吃饭 想让他推荐几个不错的孩子 两个老狐狸就此达成合作 黑川约了阿库亚出来摆拍营业 好像粉丝证明他们真的有在交往 两人都收到了 关于《东京不累的》的工作通知 之前阿库亚从迪木那里得知 小艾青木的对象 很有可能就在拉拉拉剧团 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黑川达到的角色撬机 和阿库亚的刀鬼 在剧中演的是情侣 2.5次受众BL群体偏向较多 不过原著本来就是男女配对较多的作品 而且刀鬼这个角色 在爱情喜剧的要素加持下 男性支持度还是蛮多的 每周都有人为了刀鬼 到底要和女主还是搭档在一起 吵得不可开交 而刀鬼的搭档剑这个角色 则是落在了恰好路过两人约会现场的佳奈身上 佳奈看到两人发的推 警告他了不要及时上传照片 很有可能会引来恶劣粉丝的跟踪 在外面拍的照片 全部都要设成定时上传 是基本操作 黑川连这点常识都不明白嘛 原本温柔的黑川也毫不犹豫的 对着佳奈反唇相击 两人的关系 肉眼可见的恶劣 感觉下一秒就能打起来的那种 这还是在黑川不知道佳奈是他情敌的情况下 他们本来就是童年级的 又一样从小进入演艺圈 黑川从小就被身为天才同性的佳奈处处压制 想要的角色总是被抢走 好不容易迎来到同台竞技的机会 这一次他绝对不会输 而佳奈也是同样的想法 过去曾是天才的演员 和现在被誉为天才的演员 把他们俩凑在一起 看得出制片人满满的恶趣味 露比将来要成为偶像 阿库亚则是成为演员 阿库亚发誓 一定要将杀死小爱的真凶揪出来 为此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火吞的孩子第一季完结洒话 小似曾幾乎 小似曾有这些人 我老厄的身体 美不穿过 可也能 Team 好有不穿过 无穿不穿过